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SDG7 潔淨能源的第二集 如果只是針對潔淨能源 但是大家負擔不了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意思 因為始終潔淨能源都要跟成本去掛鉤 因為這樣的時候大家現在去搞輕能的時候 有一個目標 在美國能源部長 現在就是要去招募人才 提出一個口號就是3.1 就是怎樣呢 在一個十年 即是一個decade裡面 就是將每一公斤的輕能源的成本 降到在1美元之內 是比2020年減少80% 整個世界現在預測 2070年整個世界要需求這個輕能 是去到5.2億噸 其實以為是一些很遠遙遠的事情 其實在內地的浙江省嘉慶市 已經是有一些輕能的巴士 104步已經在走 即是說香港相對來說是比較落後 為什麼輕能是碳排放 是零碳排放呢 我要看回以前重溫我們中學的時候 讀化學 很簡單 兩個氫 即是兩個H2 再加一個O2 在一些化學反應的時候 將它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電能 以及熱能 這些就是能量 兩個加起來之後就變成水 其實這兩樣東西就是一些廢棄的排放都沒有 這個就是那個化學方程式 在香港來說 你說要去做研發就很難 因為始終香港其實是一個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就是可以幫一些輕能的項目 去做籌組資金 即是籌組資金去投資 或者是項目方要去發債 去賣錢的時候 我們是去做 香港的功能就是這裡 大家不要忽視了香港的集資能力 因為始終內地有好的項目 差不多之前都說過一集 有八成的投資都是經過香港進來地 因為香港的法制是健全 以及香港是有港元 今天想說的SDG7第二集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我們加上一早… 我們小白金融中心 … 我們坐… … 你怎麼會這樣? 感谢观看